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会从29号开始取消对澳洲葡萄酒的反请销税以及反补贴税 不过与此同时 大陆方面也向世贸组织提出了申诉 指控的是美国扭曲了市场公平竞争 祭出电动车零组件生产的高额补贴 却唯独排除了中国大陆所制造的产品 怪手不断在葡萄园里进进出出 产品成千上万株曾经细心栽培的葡萄树 全球葡萄酒的重要产地澳洲 近年来面临啤酒和其他酒精饮料的竞争需求放缓 加上中国大陆课征高关税 成了压垮澳洲葡萄酒的最后一根稻草 过去这家酒庄的红葡萄酒 每顿售价可喊到600美元 但今年价格掉到每顿100美元以下 尤其大陆出手抵制后 澳洲全国库存的葡萄酒超过20亿公升 相当于两年的产量严重供过于求 幸好大陆终于解除关税障碍 让澳洲葡萄酒产业看到一丝希望 不再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 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大陆对澳洲递出橄榄枝 同时也对外资招手 大陆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在博鳌论坛上宣示 中国的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永远不会关上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 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 赵乐际表示 中国大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 这些话就是冲着美国而来 因为美国政府近年针对特定地区生产的电动车零组件 祭出7500美元的税负减免 唯独排除大陆跟俄罗斯 大陆26号已向WTO提出申诉 指控美国歧视扭曲市场公平竞争 TVB新闻综合报导 博鳌论坛的一大重点聚焦在了AI的人工智慧上头 中国大陆的官媒推出了用AI所制作的多语言中国神话动画 另外还有外宾用AI自动翻译 但是与会的美国专家直言 中国的网络长城会严重限制他们的AI发展 说着俄文的嫦娥仙子 画面精美逼真 堪比电影质感 这是中国大陆官媒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的AI生成多语言动画 还有外宾使用AI自动识别语言就能翻成中文 生成是AI 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只能做一些语音识别 人脸识别 图像识别 现在它可以去创造 可以生成 也可以生成代码 AI技术正在快速发展 根据外媒报道 英美专家预测 2030年AI发展目标 可以照顾老人 制作电影 授课 提升经济 帮助解决能源危机等问题 人工智慧领域中美都积极强攻 但是目前AI算力仍掌握在美国 而且专家直言 中国大陆的AI发展 有到无法跨越的网络长城 这次的博王论坛 一共有三场关于AI的讨论 中西方的专家普遍都认为 AI需要监管治理 像有一套统一的全球AI治理 但是又牵扯到不同国旗 与地缘政治角力 以上TVC的朱关宏 陈入文在海南博鳌的采访报道 曾经是加密货币交易平台龙头 美国的FTS创办人弗瑞德 被控的是窃取了客户高达80亿美元 而美国法院最新判处他25年徒刑 法官认为弗瑞德虽然是有道歉 但他依旧不承认犯罪 并没有悔意 而弗瑞德也表示他会继续上诉 从加密货币龙头金桶 到金融诈骗接下囚 32岁的FTX创办人弗瑞德 从客户手中窃取80亿美元 周四被美国法院判25年徒刑 弗瑞德的爸妈听完审判 走出法院被媒体包围 不愿意评论 他们的儿子被控犯下两项电汇诈漆 四项共谋诈漆 和一项共谋洗钱罪行 6年半和25年差距相当大 法庭上弗瑞德虽然和受害者道歉 但否认自己有犯罪 法官认为他根本没有悔意 其实原本检察官还希望管更久 看看美国过去知名案件 马多夫靠庞氏骗局诈骗高达200亿美元 被判150年 霍姆斯的滴血验病骗局 则要关11年 这次弗瑞德的案子25年刑期 似乎是法官想警告 细股新创老板们别以为能逃出罚网 而不止金融照片 弗瑞德拿骗来的钱做什么 也受到检视 这回25年判决 并不是刑期定验 弗瑞德已经表示会继续上诉 这一片新闻最后报道 保龄查试的案件造成粮死 卫福部在28号的晚上指出 从第一名死者血液当中 检验出了米酵菌酸之后 传出其实也在第二名的死者 未融入里面 还有这个血液当中 也检验出了米酵菌酸 但是这两名死者体内 到底毒素有多少 还有这个米酵菌酸的来源 目前都还在调查当中 而其实卫福部本来 为了要检验的时候 还预计是要从国外来订购 所谓的米酵菌酸的标准品 只是峰回路转 发现到彰化的基督教医院 有备用的 而且院方无偿提供 就像即时雨 而这个标准品 0.5毫克 就要38000 比黄金还要昂贵 28号下午 卫福部专人匆匆来到 彰化基督教医院 他背着行动冰箱 停车进入电梯 要前往实验室拿取米酵菌酸标准品 卫福部急用来确认中毒的原因 之后还因为电梯等太久 他等不及了 直接从楼梯到地下三楼停车场开车 关键标准品有如即时雨 加速检验的结果 七个小时之后 记者会公布 保龄茶室中毒事件 原因是米酵菌酸 这瓶标准品 张机实验室备用 全台唯一 专家会议之后 食药署跟进口商联系 检验标准品需要从国外进口 最快一个星期才会到 不过进口商掉月之前的资料 发现张机曾经购买过 食药署赶紧跟医院确认 立即派专人取货 下午1点43分 专人来到医院 晚上8点42分 食药署宣布中毒原因 预计7天 缩短为7个小时 这种标准品食药署也没有 张机怎么会备用 山区和乡下 有时候就有可能会有这种 使用葡萄催芽 或等等这种 莫名其妙的中毒发生 所以我们就当时候 在做这个样的毒物准备的时候 就有把这个很重要的因素 也考虑进去 这种标准品需要冷冻保存 用到的机会很少 价格昂贵 通常研究才会购买 院方从英国进口备用 却从来没用过 食药署联系时 原封不动 未开封 无偿提供使用 TBS新闻 陈志忠 吴淑萍 张华报道 而保龄茶室的食物中毒案 目前是有五个人 在家户病房抢救当中 四位在北部的医院 一位是转回到了台南就诊 这五位患者送医的时候 肝肾都有衰竭的状况 但是因为米酵菌酸 毒性非常强 医师只能够使用 支持性疗法 除了给药物来治疗之外 肾衰竭就只好洗肾 那么肝衰竭 只能洗肝来维持现况 保龄茶室中毒案 目前有五名的重症病患 而其中一例 就在三军总医院抢救当中 目前三军总医院 一名53岁女性患者 3月22号早上吃了龟亚鸟 当天下午就出现 恶心 呕吐等症状 25号到三种急诊 但肝指数已经破外 凝血功能也极差 而且血压偏低 有休克状况 加上酸中毒还在加护病房 那唯一的治疗方式 在文献上 就是只有所谓的血浆自换术 就是说把我们血浆的毒素 尽量的把它给洗出来 因为是败血性休克 相关药物包括生压药 抗生素 还有症状支持的药物 全都会给 另外马街医院也收治 一名40岁女性重症病患 3月19号吃了泰式炒河粉 北一则有两重症 一名40岁男性及46岁女性 21号吃了滑蛋河粉 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两人都还在加护病房 但男子加装叶克膜 维持状况 因为我们这种毒性引起的肝肾衰竭 是可以期待它之后 会有一定量的回复 但是有些人表现是猛爆性肝炎的 完全肝衰竭 中间可能需要用洗肝肌的支撑 想脱离险境 要肝肾恢复两到三成 避免衰竭 就算好消息 五名食物中毒的重症患者中 有一位50岁的台南妇人 3月24号在台北医院就诊 25号拿着转诊单 回台南住院 医院目前使用广效性的抗生素 来治疗可能有的其他细菌 做肝功能支持疗法 旧其他医师指出 目前的支持性疗法 肾衰竭就洗肾 如果是肺脏失能就得插管 因为米酵菌酸毒性非常强 医治方向只能尽量让病况不恶化 度过危险期 台北保龄茶室食物中毒案 法医高大成说 死者经过两天治疗后 验出米酵菌酸的话 他觉得很合理 但像是这一次 中毒者已经被抢救7天 而且做各种治疗 竟然还被验出来 他就觉得很恐怖了 因为这是不是代表 吃下的毒素量非常大 他也建议追查 米酵菌酸的来源的时候 包括调味料也不能够漏掉 保龄茶室中毒案扩大 法医高大成直言很疑惑 也强调虽然查出了米酵菌酸中毒 但更重要的是要赶快查源头 两天都死亡的 你可以采到米酵菌酸 我是同意 我的应该是我也没有错 但是一个礼拜后 你已经经过急救 还有用月科膜去代谢息 身体里面还会残留米酵 米酵菌酸的成分的话 我这很恐怖 吃很多 这个重症病人是不是也要去发现说 他身上是不是也是有这种成分在 如果在的话 那这个案件当然就做一个结尾 就是说 他一定就是米酵菌酸所造成的死亡 就一定 就要决定了 再来就是找到源头 我们一直都指标是指向保龄 但是我们也要在保龄市场里面 找的那个厨房 或是哪个地方去找到 这个米酵菌酸的成分所在 虽然专家分析 保龄茶室中的木耳或果条 可能被米酵菌酸污染 但高大成认为 也不能漏掉追查桌上的调味料 他也认同读物科专家洪冬容医师 推测怀疑的木耳污染 像你本来1936年大火事件 他说相关单位必须赶紧查出 到底是哪个食物出了问题 确认原因后赶紧公开 避免又有人因为类似情况 吃尽米酵菌酸而中毒 TVBS新闻 许例反红层文台中采访报道 而在高雄一间健保特约药局 推出了可以添加益生菌的冰品 加入各种的配料看起来很诱人 结果网络才宣传而已 引来的是卫生局击茶了 一查发现到主打的益生菌来源不明 就连配料有六项都过气 药局也能卖冰吗 只见药师把奶茶倒入机器里 就能做出奶茶口味的雪花冰 再搭配饼干巧克力 棉花糖等配料点缀 傻有其事 甚至标榜还能加入益生菌 月季六月开卖的结果先引来 卫生局击茶 每一项配料主意检视 结果太恐怖了 台面上十四种冰品配料 当中有两项巧克力饼干 还有两种果浆 以及两项玉米片 统统过期了 时间长达四个月到一个礼拜不等 而其中玉米片过期最久 长达一年 还没开卖就先挨罚 不只配料过期 就连主打的益生菌 也都没有药品许可证 业者拿不出合法购买凭证 而且贩售的药局 还是高市健保特约药局 林茵最懂得相关医药产品规定的 结果却贩售来路不明的 益生菌冰品 透过美食部落客宣传 还好还没吃出问题 就是很凉赞 它的出自本意就是 它是一个想法说 人生很短 对 每个面对药都是苦的 就是疗愈的感觉 韩渊说是利益良善 目前也紧急停卖 但配料过期 和益生菌来源有问题是事实 针对违法部分 公司卫生局表示 将会从严办理 T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好 全球第一线 德州州立大学 翁吕中傅教授 要持续带我们来掌握了 教授好 主管主播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教授 我们今天先聚焦在 纽约的政坛巨星云集的部分 民主党前总统欧巴马 还有柯林顿 都出席了拜登的募款参会 而且他们创纪录 募下了2500万美元 可见这三位前后任总统的魅力 那教授这样的一个气势 会对选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请教您 是的 这三位总统齐聚一堂 当然气势是非常惊人的 而且如同刚刚主播所说的 这次闪电式的聚会 就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募集到2500万美金 创纪录也是非常惊人 当然对于选情 是会有一些冲击的 我们看到对选情的影响 大概可以在这次的聚会当中 可以分成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是政党的团结 第二个是人气的团结 第三个是所谓的资金的团结 在政党的团结上面 在这一次的聚会当中 其实不只是这三位总统 前后任的总统齐聚在台上 甚至是美国国会的民主党的 比如说参议院 众议院的这个国会议员呢 都到达现场来进行一个 民主党内的大团结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拜登总统在上过去 这将近四年以来呢 事实上他很多的法案 在国会想要推行的时候 有一些民主党的国会议员 可能长期跟他是同僚的关系 并不是完全的配合 拜登总统的施政 导致拜登总统在推行法案的时候 有的时候困难 反而是来自于党内 但是现在大选年到了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聚会当中呢 包括了参议院的大党编 Sumer以及众议院里面的 民主党议员呢 都到场参加 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是 这一次的活动呈现的是一个政党 民主党内的政党团结 这当然对于选情会有一些帮助 至少各个地方的派系 也会开始动员起来 再来我们说人气的团结 怎么说人气团结呢 事实上这三位总统 我们从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三位总统 其实他自己本身的特质 所吸引到的族群 其实有些不同 我们知道拜登总统 现在被大家所诟蔽的是 他的年纪的问题 欧巴马总统呢 他当年就是打着 所谓的年轻有活力要改变 华府著称 到现在为止 欧巴马前总统 对于民主党内的年轻世代 或者是进步派 改革派来说 还是一个相当具有精神指标意义的 一个政治领袖 所以欧巴马总统出面站台 某种程度是帮助拜登总统 在拉抬所谓的年轻世代的选民 那我们知道年轻世代的选民 最近对于拜登总统挑战跟批评不少 尤其是在以哈冲突之后 很多的年轻人 尤其在大学校园当中呢 对于拜登总统 持续的支持以色列 不对巴勒斯坦 有做太多的这个动作 实质上的帮助 颇有维持 因此我们看到欧巴马总统的站台 某种程度就是在帮忙 拜登拉抬所谓的年轻的选票 另外的一个事例呢 是妇女的票 妇女选票 以及所谓的美国白人的选票 那么就要依靠 所谓的柯林顿总统来协助了 柯林顿总统在任内 我们也知道的是 他在他所吸引的非常大批的 尤其是白人跟妇女的选票呢 其实他在这个族群当中 获得了非常高的支持度 那当然柯林顿总统 在所谓的企业界 也有很高的声望 因此我们说 欧巴马柯林顿 两个人双权合起 来帮助拜登总统拉抬的 就是现在 拜登现在可能最需要的 不同族群的支持者 当然他们可能都是 民主党的支持者 但是这些支持者 对于拜登的支持 曾经有一度松动 靠着这两位总统的 重新拉抬声势 最后我们讲到的团结 可能也是选战当中 最重要的 就是资金的团结 虽然民主党 现在很清楚的 很早就将拜登总统 要竞选连任 定于一尊 只有一位候选人 但是呢 在资金的到位上面 恐怕拜登总统 自己本身的资金的 这个规划 或者是资金的 这个筹措的能力呢 如果没有这两位 前总统的加持跟背书 资金筹措的 大概也不会这么的顺利 即便他是现任的总统 可是这一次的大选 很显然的 几乎已经笃定 会是美国总统选举史上 最花钱的一场选举 根据美国媒体的分析 这场选举 双方阵营 大概要花费掉的 竞选的广告的费用 单单只是广告费用 大概就会上看 27亿到30亿美金之谱 换句话说 各个总统候选人的阵营 势必要在募款上面 一定要有比过去 更优异的表现 而这一次 所谓的三大总统的聚会 当一天就已经聚集到 2500万美金 对拜登来说 这个资金的团结 看来也是对拜登的选情 注意及强心争 虽然拜登在过去一段时间 民调普遍来说 是稍微的落后川普 可是有了这三大的团结 三个人站台 展现所谓的团结气氛 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资金能够到位的话 再加上拜登总统 现任者的现任总统 有一些政策上施行的优势 或许拜登总统 在接下来的选战当中 有机会面对现在的挑战 有机会稍微再做出一些拉抬 或者是甚至是扭转超前 当然现在对于整体的选战 还是为之 说结果可能还为之过早 但是有一些迹象显示 拜登的这个选情 确实有可能是后市看长的 但是看到对手这样大张旗鼓 看在川普眼里一定格外刺眼 他当然要输人不输证 所以他也到纽约去了 出席的是执行拦检车辆 遭到枪杀纽约市警察的告别式 不过针对他自己的政策和方向 川普也在出招 有消息指出说 川普很有可能会敦促 日本在安全条约中捍卫美国 那教授您怎么看这样的消息 是的确实相对于 这个拜登在纽约的大张旗鼓的 把所有的明星都拉抬在台上来造势 川普其实也在纽约 但参加的活动就完全不同了 特别去选择一个 因为执行而伤亡的 这个警察的告别式 来进行他的活动 基本上想要凸显的就是 现在的川普跟民主党的 这些政治人物 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川普他更接地气 他在乎的是一般美国人民的感受 而他选择的这个参与的活动 是纽约警察的这个告别式 警察对于共和党来说 军警人员一时以来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支持共和党的 相对的保守的势力 认为治安法治是国家的根基 川普透过这样的活动 再次去凸显我们刚刚说的 他在乎的是美国的一般民众 同时也去凸显 他在保守的势力当中 保守的阵营当中 完全遵照保守 完全符合所谓的保守选民 所喜欢看到的 讲求的是秩序 讲求的是规则 所以其实川普呢 在选择活动上面 也很清楚的出现了一个 跟民主党选择上面的一个差距 试图着想要在 在所谓的竞选经费 可能募集的状况 不是很顺利的情况 看看能不能走 所谓的小儿募款 或者是走所谓的庶民的路线 这当然跟他的形象有点不一样 可是确实 现在川普阵营所打出来的 就是更接地气的平民路线 希望以美国优先 让美国再次伟大 这些传统的口号 再加上他的实际行动 来拉抬自己的真实 当然他现在 在很多的州 很多地方的民调 还是稍微领先 不是没有道理 就是因为他走的是群众路线 可是讲到外交的部分 川普的路线 就可能会让各国的盟友 会有点担心了 因为在前一阵川普的任内 就已经出现了 当他上台之后 立刻要各国的盟友 都符合 就以美国利益优先的方式 来跟美国进行合作 现在又传出来 可能川普在上台之后 会让日本这个重要的东亚盟友 完全配合美国来行动 这个消息 主要是来自于 美国的前国安顾问 波顿之口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讲说各国要注意了 尤其是美国的盟友 都要小心 看看川普过去四年所作所为 就知道川普上台的话 如果再次入主白宫 接下来各国盟友 恐怕都只能被迫的 不管甘愿不甘愿 都要配合川普的外交政策 或者配合川普的认知 而川普的认知是什么呢 川普的认知就是 要符合美国利益 其他免谈 如果不符合美国利益 就没什么好谈的 可是符合美国利益 代表的是各国 基本上如果是盟友 很有可能盟友的利益 也会受到相对的损害 可是这并不是川普所关注的 因此我们说 在内震害外交上 川普看起来是 更关注美国人民 更关注如何让美国民众 买单他的一些政策 在外交政策上 让美国优先 甚至让美国民众觉得 美国是很强势的 继续是用老大哥的方式 来带领这个世界 或许也是川普支持者 更加乐于去看到 或乐于去感受的 这也是为什么前国安顾问 波段会提出警告 因为川普对于未来的 国际政治的整个秩序 恐怕会带来一些冲击 而这个冲击 对于整个世界的和平 并不见得会有太大的好处 这当然就是来自内部的抨击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 整个选战当中 川普现在的民调 确实还是稍微的领先 接下来会怎么走 考验的是拜登的政策 以及川普 是不是继续接地气的路线 能够持续地得到欢迎 这些都是我们要观察的重点 而老师刚刚提到的 美国利益优先 我们知道 其实现在在美中对峙上 已经可以秀出短倪 在科技战上 攻防非常激烈 美国当然处处要防堵 大陆的科技发展性 尤其你不能够取得 高阶的机台还有设备 夹在中间的就是荷兰 非常为难 只能对大陆出口来进行限制了 所以大陆方面当然很不满 现在荷兰首相吕特 本周前往北京 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是要来修补一下关系吗 教授我们该怎么看 目前看起来确实是这样 如同祖国所提到的 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 我们这几年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中方的这个剑拔弩张 不管在外交领域 还是在军事领域 甚至是在科技战贸易战 都是一个比较对抗 或者是至少是高度竞争的 一个情况 在目前看起来 因为美国对于荷兰做出一些要求 这个所谓的禁止出口 高阶的光雕机的这些要求 很多的技术都采取了一些禁令 那当然作为美国的盟友 或者是西方民主国家 相对来配合的情况之下 荷兰在过去这几年 也确实出台了不少 对中国出口的禁令 可是接下来 是不是会一直不断的限制下去呢 从这一次荷兰总理吕特 到中国大陆来进行访问 可以看得出来 吕特有试图在降温 所谓的降温就是指针对荷兰 是不是还要持续对中国的出口 采取更严格的禁令 吕特是尽可能的低调 不去做正面的回应 他只强调荷兰会考虑到综合考量 而且荷兰对于未来 荷兰到底要不要全面的来禁止 爱斯摩公司在光雕机的出口 以及在技术上面完全的来做禁止呢 吕特是认为说 荷兰也会考虑到自身的利益 所以基本上媒体都分析 吕特在访问中国的过程当中 所呈现出来的 是一种想要降低冲突的一个态势 所谓的降低冲突 不只是降低中国大陆 跟荷兰之间的冲突 也试图的带动整个中美局势 看看是不是能够 往比较稳定的方向发展 这一点跟吕特很有可能 即将接任北约的秘书长 是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北约现任的秘书长 史坦伦伯格 即将在今年的10月 离开他的职位 现在呼声最高的 在西方民主国家 大概都很愿意去接受的人选之一 就是现在的荷兰总理吕特 吕特所扮演的角色 在未来会是非常的吃重 因为我们知道 北约在未来 会带领着欧洲国家 继续面对现在的国际局势 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方向 而吕特个人的特质 就是在强调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来降温 可以在谈判桌上来解决 而不见得是要全面的剑拔弩张 这一点从吕特在荷兰总理任内 他大降荷兰的国防预算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因为他本身的态度 是认为所有的方式 所有的冲突 都可以透过外交来解决 基本上 未来的北约秘书长 如果吕特来接任的话 大家要看待的是 吕特现在在中国的访问 基本上要传递出来的讯号是 他了解整个国际局势的混乱 也了解中美之间的对抗关系 竞争关系 但是他更了解对话的重要 他更了解降低冲突的重要 至少到目前为止 吕特在北京的访谈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还是希望 透过外交的手段来解决纷争 至于他如果接任北约秘书长 在这一次的中国的访问之中 他所呈现的态度 能不能带到北约秘书长的职务 真的成功的化解各方的冲突 或者是降低这种各方的敌意 这是吕特很大的任务 这也是后续大家全世界 可能都要密切观察的部分 好除了美中两强的对峙 我们也看到欧洲他们有自己的问题 像是移民问题等等 那么德国公民入籍考试 现在未来将会纳入所谓的犹太教 还有以色列国方面的试题 目的是要借此来过滤掉 反犹太的申请人吗 另外要请教老师 从二战的历史来看 德国这一次比欧洲其他国家 采取更严格的做法 是否是为了要对历史来进行弥补呢 请教您 是的确实是如此 我们要知道德国的 我们了解德国的历史 就知道在二战期间 所谓的德国的纳粹的行为 以及所谓的对种族屠杀的这些罪行 这是德国自己深刻反省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在德国的法律当中 如果有任何人否认 对纳粹的行为 或者任何人否认 有集中营的相关的事情 事实上都是会犯法的行为 这就可以凸显了德国 基本上对于所谓的反犹太 他们有多么的在意 不让这样的一个言论在德国 有机会可以发酵 因为历史告诉他们的教训 他们会继续的坚持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我们看到这样 德国政府有一个新的这个 出台的新的规定规范 就是在德国的移民 在申请德国的 入籍德国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通过移民考试 申请公民的考试 要申请公民考试 有一个所谓的提库 300多题的提库 现在在加入了 所谓的反犹太的认知 或者是针对德国 为什么对于犹太 犹太族一 或者德国为什么对以色列 有一定的责任 这样的提醒 加入到提库当中 就是在在提醒 如果要加入德国 要去了解 就必须要了解德国的价值 而德国价值观当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记取过去 德国曾经犯下的罪行 跟记取过去的教训 不要再犯 那当然他某种程度 是一种赎罪的方式 可是他也现在反映出来的是 在以色列跟哈马斯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这个冲突当中 现在很多的国家 都慢慢出现了 因为巴勒斯坦人 受到的这些待遇 或者是在战争当中的伤亡 导致现在世界上 很多的国家 对巴勒斯坦人 都出现了同情 而同情连带衍生的 也某种程度 出现了反犹太的言论 也在快速的扩张当中 这也是为什么德国 要未雨绸缪的 赶快的再次的加强 所谓的反犹太的认知 让这样的言论 甚至是仇恨型的言论 不要在德国 产生任何的 这个资深的可能性 这一点我们也是 非常的关注 看到他们的新闻 可以感觉得到 德国的政府 现在已经开始 在采取一些行动 面对过去犯下的事情 德国是用非常正面 非常想要改变的态度 来面对 希望未来不要发生 那当然 面对现在的 所有的战争 所有的战争 未来可能在各国 都会出现 可能要找战犯 或者是仇恨的心理 是不是所有的国家 都能够抱持这样的态度 面对自己的错误 来做非常深刻的思考 我想这是各个国家 除了德国之外 所有的国家 也应该共同正常 正式的问题 好看得出来 德国方面 希望可以面对历史 面对真相 而接下来是 大家也很想要知道的真相 是美国体坛 大联盟求新大股详品 涉入到前翻译 运动迁读案的一个发展了 虽然大股有出面 召开记者会 但我们知道那场记者会 他根本不接受媒体提问 而提出的说明 其实也非常的有限 现在很多传闻揣测都出来 但要请教教授了 现在整个事件 在美国方面 有没有什么样最新的发展呢 是的 大股详品 我们刚刚说了 很多事情都需要真相 但是大股详品的案子 引发了很大的关注 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 恐怕还是 现在还是众说纷纭 其实在美国 我们看到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观察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好像在文化的差异上 出现了日本媒体 或者是亚洲媒体 跟美国媒体 对于大股详品 这一次的事件 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并不是说特别的要去爆料 大股详品到底有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而是在所谓的资金的运用上 因为我们知道 大股详品这一次被爆料出来 主要是因为 它有将近四百多万的美金的资金 是从大股的账户 被水源一瓶给移出 在日本媒体的报导当中 可能就比较 亚洲媒体的报导 就会比较倾向于 因为非常信任身边的人 所以造成这样的事件 但是美国的媒体 对于这样的事件 就会抱持更加的谨慎 甚至是比较怀疑的态度 为什么说比较怀疑呢 因为在美国 所有的银行的资金的往来 尤其大笔的资金往来 都会经过层层的验证 本人的验证 那当然可以有各种的理由 去解释说 因为大股非常的相信 他身边的翻译 所以把所有自己的身家的资料 包括了出生年月 自己的这些密码 或者是自己的个人的嗜好习惯 都把他这种保密的这些条款 或者保密的资讯 通通都分享给他的朋友 亚洲的媒体大概会觉得说 大股是被骗了一个受害者 可是美国的媒体 就有很多的媒体会追问 或者是报道 觉得如果说 按照一般美国的常理来说 不会把这种个人资料给分享 所以美国的媒体 他所切入的角度 就比较像是 可能大股早就知情 而且大股甚至自己会摄入 这也是为什么 美国会有一些名人堂级的 这个退休的球员 他们会跳出来 当然是比较间接的去怀疑说 大股是不是真的 自己也摄入到了迁读案 只是找一个人来替罪 那如果说 这个大股真的摄入的话 当然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毕竟职业球员 他有他的职业道德 可是如同刚刚我们所看到的 大股在他的记者会当中 并没有办法并没有接受提问 这也导致了我们刚刚说到了 现在在美国后续的发展 感觉起来就像是 就出现了媒体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有人觉得大股是受害者 有人觉得大股只是找一个人顶罪 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其实我们可以看看 大股到底心情会不会受到影响 或者后续有没有新的证据爆料出来 如果按照现在的方向发展的话 恐怕所谓的真相 在大股所谓的涉及到 这种迁读案的真相 恐怕很难有真正的水落石出 我们只能等待时间来证明了 确实就像老师所说的 而且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说希望大股 不要只是在专注于棒球 他真的应该要长大了 当然关于真相真的说法非常的多元 也感谢老师今天带来的分析 感谢 感谢 而接着我们就要看到 纽约有一间冰淇淋连锁店 让好莱坞的大咖也非常着迷 市值甚至达到了4000万美元 而发展的很戏剧化 因为野心太大了 经营不善宣告破产 不但这个品牌转手 两位创办人还被扫地出门 但他们对于冰淇淋的热爱 所以是东山在起 不但成立了新的品牌 而且在因缘忌讳之下 把原本卖掉的冰淇淋品牌 他们又再度买了回来 从名嘴欧普拉 到好莱坞大导演 史蒂芬 史匹博 都是做上宾 这间从纽约布鲁克林 起家的冰淇淋店 一年能卖出上千万美元的冰品 企业市值达到4000万美元 但却没有就此一帆风顺 才成立十年 没想到就走向破产的窘境 这对夫妻原本是编剧 还有高中老师 只因为对冰淇淋的强烈热爱 2010年从小摊车起家 贩售创意口味的冰淇淋 包括饼干 早餐骨片 甚至是洋芋片都成为配料 很快就打向名号 靠着22.5万美元的积蓄 就这样在布鲁克林 开了第一家实体冰淇淋店 四年后两个人开了第二家 拥有中央厨房的实体店 也开始提供网路贩售 不再只是纽约客独享 也因此陆续吸引不少名人 帮忙背书 甚至一度准备 进入迪士尼乐园 就这样业者开始透过 风投公司募集资金 一共募集1900万美元 一口气开了13家分店 但因为包括董事会 以及两位品牌创办人 都没有经营餐饮的经验 在企业还在亏损的情况下 就成立大型工厂 来生产冰淇淋 打造工厂的预算 还从4000万美元 一口气暴涨到6700万美元 2020年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 品牌被迫宣告破产 一间波特兰零件制造商 以100万的美元价格买下 两夫妻被迫离开成立的品牌 个人资产也宣告破产 一切得从零开始 我们讲过杰克丽和我们的职业 但他们很感激 他们感觉我们能够测试 我们不是必须的玩家 而说得很专业的词 尽管被迫放弃原来的品牌 但对冰淇淋的热爱没有减少 两人决定重启路灶 但这次太太痛定思痛 报名了商业管理课程 就此出现转机 随后还有两位投资人加入 不但新店发展的有声有色 还发现原本打造的冰淇淋品牌 又再度代价而沽 新店的两位金主也愿意出资 将原本的品牌再买回来 经历了戏剧性的破产 两人打造的品牌 又再度回到自己手上 只是这一次各外小心 业者强调产品的创意跟品质固然重要 也不能只靠广告营销 仍然需要稳扎稳打 必要时也可以寻求同业的专业建议 才有望打造出长期获利的成功企业 举别新闻综合报导 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出生地 欧登斯 以制作协作机器人文明 目前已经有超过160家 和机器人产业相关的公司来进驻了 从童话小镇变身成为机器人之都 现在被视为是欧洲主要的机器人中心之一 这一头有机器手臂示范移动纸箱 另一头有机器手臂搬运螺丝 位于丹麦欧登斯 两年一度的R24机器人博览会 展示一系列最新的机器人技术 欧登斯是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出生地 当地已制作协作机器人文明 目前已经有超过160家 与机器人产业相关的公司进驻 从童话小镇变身机器人之都 现在被视为欧洲主要的机器人中心之一 战场里的这个巨型装置是丹麦当地一间企业研发的太阳能田野机器人 由机器人取代传统农业重型机具已经成为趋势 另一间企业研发的这款除草机器人提醒小巧不需有人类在旁操控 会自动侦测需要除草的区域一切全自动 机器人移动机器人 所以你转到机器人的区域一切 在区域一切全自动 然后它只能保存在那些区域一切 每次检查些草的草 它会显示热的水 如果人们使用核材料 今天这些环境不太好 草的热烤不太好 因为它使用氧 我们使用热的水 所以非常友善 欧登斯为了结合资源发挥更大功能 成立机器人机构组织 目标是将想象化为实际 把尖端科技更广泛运用在商业领域 他们的报告指出 丹麦的机器人自动化和无人机产业 2023年成长了9% 目前约有600家企业 18500人在相关产业工作 目前最大挑战是缺乏投资发展受限 毕竟有了创意点子和技术 还是得要有资金才能量产 TBS新闻综合报道 国防部长邱国正任职于 国安局的儿子性交易的影片遭到外流 而今天邱国正是临时取消了 重要的部务汇报 以及国军的春季典礼 并且向总统蔡英文口头请辞 不过总统方面考量了 当前区域安全的形势复杂 又正直的是政府团队交接期间 认为部长应该要持续的坐镇指挥 确保各项重要的国防事务的稳健周全 至于部长的家人所涉及的事宜 现在他们也表示 由于所属的机关来进行查查 一切将会依法办理 以上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而接着看到店家寒掌 会不会万物起掌 不过有佛心的便当店 让你吃到比脸还要大的鸡排 又不会伤了荷包 真的没看错炸鸡排大到超过便当的范围 不是薄薄一片 而是厚厚的很有分量 加上铺满满的三样菜和饭 一百块的价钱 每天一开门就是不断的接订单 不断的狂包便当一刻不得闲 工厂 银行 还有保险公司 现在就开始排队了 也是报复的 所以要赶快把这些外送的先处理起来 订单要赶快消化 因为十点开始 排队的顾客接着上门 还不到午餐时间 客人从不间断 肉的它的鸡排很大 有多大 应该比脸还要大 东西还不错 然后它的肉还蛮 CP值蛮高的 以伯利多椒为主 如果接下来电费涨的话 你们有打算要涨吗 暂时还不会考虑 老板承诺 不会因为这波电价喊涨 就跟着调涨价格 另一间一样是便当店 不提供内用 纸外带 普新价格 CP值很高 因为我们中午差不多都要吃外面 是 他把卖作品 活力多销 我们利润占很少 一整只大鸡腿 占据整个便当面积 搭配两样配菜和白饭 只要65元 虽然不像一般的便当 有三格菜 但主食 诚意满满CP值爆表 同版价格就能饱餐一顿 业者薄利多销的策略 受消费者青睐 一开门 生意停不下来 TVBS新闻吴宗勋 高雄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展书涵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